詞曲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女神應該是怎樣呢 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準則 我心目中的女神除了外表之外 另外她的學識和教養都非常之重要 而且還要有十足的勇氣和自信 條件好像很苛刻 今天我就帶大家介紹這位 中國當代女藝術家方兆倫 沈教授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方兆倫的背景呢 作為一個女性的畫家來說 在二十世紀男性畫家佔主導地位這麼一個情況下 作為一個女畫家確實是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方兆倫有這麼坎坷的個人生活經歷 她自己為自己創造了很多的條件 在全世界很多非常著名的畫廊舉辦展覽 同時又沒有放棄照顧孩子 還不斷地追求她自己的學習 所以在1955年從香港大學畢業 學習了中國的古代的文學和詩詞 這對她以後的藝術的發展都有很重大的影響 我們應該怎樣去欣賞她的作品 在這次展覽當中我們收入了她四十四間繪畫作品和四間書法作品 充分地體現了方兆倫先生近五十年的繪畫生涯 這個展廳分為五個展廳 第一個展廳表現了她六十年代學習 領南畫派和後來學習七百十張大謙先生不同風格的作品 第二個展廳裡邊是她1960年代1970年代的作品 主要是體現了她積極吸取各家的長處 而且在中國各地旅遊 吸取各種經驗和體驗 所以逐漸地培育了她自己 之後的風格的各種技法和觀念 那麼在第三展廳就是她創作的巔峰時期 這裡邊的我們選擇了她一生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個人風格的一些作品 那麼在最後兩個展廳裡邊是表現了她在1990年代 是她晚年創作的各種非常有意思的題材和有意思的風格的作品 但大家欣賞了那麼多方兆倫的作品之後 相信都被她那份積極樂觀向上的精神所感染的 由今天去到十月三十一日 大家可以來到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欣賞由香港蔡晚會呈獻 杜毛俊、方兆倫、水麥藝術展裡面 欣賞更多精彩的作品 我們下次再見